我的錢呢? 他就說他拿去買黃金 然後他就說我這些黃金這邊是五公斤我全部押給你 他說現在一公斤一百八十萬五公斤反而是九百多萬 我現在押在那邊 他就說我就是拿去做生意了 說你不要擔心 這樣子 當時還就真的信 重點是那時候 連XX都被騙 被弄成那個黃金騙 因為他拿著那個五公斤的黃金跟他們說 真的有這個黃金這個生意 XX那邊自己被騙了五十萬 然後他那邊的朋友被騙了一千多萬 然後他中間他就說他要拿這些黃金去澳門做交易 所以他真的只有出國然後再回來 出國的那個期間反正我就 很多事情越想越不對勁 才又看那個黃金我就覺得不對 因為我之前無間看的手機 有看到他在淘寶找假黃金 反正我就覺得有點問題 然後就去連XX他們就把我的疑慮跟問題講出來 後來他們也很怕因為他們被卡了一千多萬 所以他們就跑來我家把那個五公斤的黃金先拿走 當證物這樣子 如果那個是真的黃金的話 那至少等於九百多萬壓在他們那邊 他們就比較放心 如果是假的話他們也需要證據 然後之後 S中間